但是我們走移因爲我離去口才不好 所以我們就失去了很多機會 我們人生都一直在失去這個機會 我們都沒有準備 不然我自己好 我自己常常就是說 有時候開會嘛 開會有時候我要做總結 以前我不會講話的時候 總覺得我講話講不出來哦 得到反向 我不如不要講 像口語表達我們原本就會 我們每個人原本去組 我們每個人本身就是神 但是我們總忘記 就是總被環境所蒙蔽說 啊我就是上台會緊張 就是沒有自信 我的腦袋全部都是限制 限制你自己 限制你自己不可能 我是不行我做不到 但是透過老師的講解 其實等一下會做到重點 所有的口才表達 你一學就會 因為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你們原本就會 你們原本就講話 你們每個人都是言說之神 你們每個人都可以像我一樣 去表達 去想 去講 你想說的 你想講的 老師會講 教育最大的目的 還是喚醒 喚醒我們每個人心中 會表達 會講話 的那個狀態 會溝通的那個狀態 喚醒 喚醒你 喚醒你原本就會的東西 想說我們在這堂課開始之前 跟大家多了解一下 就是說我們來的目的 有什麼 還是說你希望我們 你獲得什麼 今天第一次 我們就輕鬆 坐在台下跟大家講一聊 老師 學長 中小學 很高興 今天有機會 來接受大家 分別來 吃飯餐課 這些大公司的採購 那我曾經發抖刀殼採購 直接相關叫我回家 然後我有上台去 因為我有碰過了 廟門入主 所以我一上去就要講話 生機 然後一上去就講得出來了 整個臉都讚好 然後開始就發抖 講得發揚 然後開始沒有人看 我覺得還是要給我自己一個挑戰 另外還有一個副業是 幫中業 那我剛上去說話 然後所以就是 希望就是公司不要點到我 因為上去有很多的 所以我們忌諱 可能整個平台就是有上千人 然後站在上面有 真的非常非常疼聚 然後別這樣害怕 我曾經上去 去過一個物件的介紹 我就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但我也不知道會講什麼 我覺得我還是要來上這個課 突破這一塊 實際上以上 那就希望這個課程 可以跟大家一起好好地學習 謝謝 非常感謝 尤其他 他很 就是說他把他自己的狀態跟我們分享 他講的那一刻 我也很有感 因為我還在記得我那個時期的那個緊張的狀態 就說這真是一個陰影 可是我也想說 藉此跟你鼓勵一下 認真地上我這五天 你將會脫胎 會非常不一樣 就跟我一樣 希望之後下一個 學長 是不是 換你上來講 對 希望下一個 好 好